在美国,每个赛季NBA排名靠后的球队,都会获得高率位选秀签的较高概率,这些乐透区球队希望能从当年的新秀中获得冷帮助球队附近的球员。 比起局战力,他们更倾向得到能在未来不断进步,稍显更高的潜力股,通俗的说就是天赋更高的球员,这些球员不一定有着炉火澄清的技术,但大多有着不错的身体素质。 在美国人的培养概念里,投篮、脚步等技术,是可以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提升的,他们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的训练体系和训练师,而爆发力、弹跳、速度、身形以及类似于库里这样手指对篮球的球感,这些都是很难通过后天武力提升的天赋。 而这些天赋出众的球员被相对弱的球队寻众后,他们有充分的空间去支配球,有充分的时间去通过一场场NBA的实战来磨练自己,所以每隔几年,NBA都会出现一位可以统治比赛的怪物。 而在中国,情况完全相反,CBA的后备力量,主要依靠各支球队的轻训,轻训的质量需要时间、财力等多方面因素,这样一来造成的现象则是实力强的球队轻训做的也相对更好。 对于这些要锁定进后赛,要冲击总冠军的球队,他们没有时间用比赛去雕折一名四肢八达但技术上缺的年轻球员,他们更需要极战力,他们需要成品,一块已经拥有直接价值的美誉,而不是一块尚未切开的石头。 近几年,最典型的的例子,就是王哲林和李木豪,刚出道时,王哲林脚步出众,这样的技术对于一个18岁的孩子实在不可多得,而大王在CBA的第一个赛季就成为球队主力,并砍下20加12个场均数据,一度前途无量,然而6个赛季过去了,大王的数据依旧是20加10,甚至还有些小退步。 18岁那年,李楠指导男王哲林与楠楠的三大中锋对比,他的结论是,同期技术最好但身体天赋最差,大王在18岁就练就了职业球员的脚步,这让他很快能在球队作文主力,但身体天赋的平庸让他很难找到提高自己的途径,大王有着很高的起点,但却没有更高的上限,反观李木豪,219厘米。 谭桥出色,是一名扣篮好手,能中投但并不是常规武器,把球线的侧应传球能力出众,就是身体单薄,脚步一般。 简单的说,运动肩负出众和中锋球员,里上层的传球侧应天赋,如果用美国的选秀模式,更多的球队会优先选李木豪,加以培养和比赛锻炼。 当他具备内线球员基本的地位和提高中投命中率之后,很有希望成为一名内线杀气,和高位侧应的Duck。 但是深圳队可没空间培养他,起初几年李木豪出场的任务就是防守,这两个赛季机会增多。 然而,26岁的安豪已经错过球员,提升自己的黄金时间,他的未来也许就将停留在深圳,除了汪哲林和李木豪之外,还有巴依的富豪,北京的秋天等,多个例子,阿布都沙拉木,身高201厘米,土生土长的新疆小伙。 新疆血统在国内运动员中天生的身体这里不需要多强调,但进入CBA的第一个赛季,阿布都仅出场8次,场均在6.9分钟的出场时间,内也仅有四点云温如仗,就连公认得给鲜秀找存在感的新锐赛,阿布都也少有表现。 这样不是教练偏执,阿布都当时投篮姿势并不稳定,出手速度慢,身体素质虽优于一般运动员但也算不上顶疾,这样的阿布都打三号位没攻击范围,打四号位身高吃亏,他的职业生涯本也许就这么在板凳上结束。 这个时候,姚主席的上任让事情有了翻转,红蓝队的推出让更多的球员有了进入国家队锻炼的机会,邀请制给老国手更多的特训和休息时间,更是给了年轻队员上场时间。 当然这还轮不到阿布都沙拉木,也许也是命运,周期参加NBA,邹宇晨遭遇大伤,红队一度内线无人可用,反正没有大赛要准备。 李南指导索性让几名年轻内线分别受罚,但指明阿布都等球员都获得了机会,机会这下真的来了,阿布都沙拉木算不上完全准备好,但他知道不能错过这次机会,他在场上的拼劲,顺应小球的机动性,三分也在越来越好。 这些让他在2017年,多次获得红队受罚,国家队的出彩也让他在全运会有了施展的机会。 没有爱人的全运会上,阿布都多次喊下大号两双。 半决赛更是先翻一件连率领的广东队,阿布都彻底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 一年后,那雅加达亚运会,阿布都沙拉木又变了。 三分出手速度和民众率,让你不敢回想,一年前的他,进攻空切和被打也都有了。 这个一年前连连赛都打不上的新疆小伙,如今被球迷要求滚去NBA,虽然有些夸张,但也是对他进步和实力的肯定,离世界杯还有一年。 我们不知道,阿布都在2019年,又会向我们展示怎样的自己,而阿布都的成长历程是否会让更多的CBA球队,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呢?